9月5号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行了多场高峰论坛 在当天的跨国公司视角下的服务贸易便利化高峰论坛中 与会嘉宾围绕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中的作用 跨国公司在疫情冲击下如何保持业务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话题展开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阔在发言中表示 在服务贸易和数字化交付服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发展的共识 也是全球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 他同时强调跨国公司是连接中国与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桥梁 面向未来 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同样需要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来进行 中国的开放为全球跨国公司创造的机遇指挥越来越多 中国愿与各国企业携起手来深化互利共赢的合作 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跨国公司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 中国数字化基础设施 投资环境 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完善 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获得巨大收益 跨公司在中国 我认为是通过跨公司的工业设计品牌之产权输出 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服务贸易的利润 那么从2015年来看 欧洲的欧盟的企业在中国的盈利企业的数量 占到70%以上 美国在中国获得盈利的企业的比重 占到60%以上 北京市副市长张嘉明在致辞中表示 北京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北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致力于吸引更多跨国公司落户北京 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跨国公司作为地外投资的主力军 在促进经济全球化 深化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领域 提升各国在全球价值年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成为引领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